拳皇98V羊神用于宇宙幻影,在接机炮前取笑,解决了拳皇亲王的反击凉 今晚没有鸭鸭跟小二比赛吗?没有,小二去北京了,三天里看不到小二了 去北京环球影城陪媳妇去玩去了 那我们现在看本场比赛来自于羊神地战拳王亲王的队局,左边是羊神,右边是拳王亲王 蓝之山在这个版本里面很弱,很弱,没啥用 有国村可以卡个牌子,加入他们的分团 不搁离啊,搁啥离啊 我们现在看本场比赛是来自于三文战,小草是羊王亲王的本兵 红蝴羊之后,取消,所以有种药用 独特,倒立变身,直接取消,红巫师,再取消,因为是麦克兰双双,可以再取消 来,三个,同手,再接切羊 还没有完,小草这连招是不是很爽,巫师继续揍啊 四十连了,晕了吗,晕了,中拳再切,七处改,追加羊小弟弟 那现在小草这连招是不是看得非常非常爽 这是拳王亲王的本兵英雄 欢迎小太阳,欢迎蜂儿小小,那这场这局小草,狭屁蛋兵 再接队友发展中,两神用红丸做出一个强反,反动转贴,动腿接切 接再接红圆头,小跳C,那么小跳轻腿打到对方破绽 那么现在羊神也出了,这个圈圈圈也出了强反 重腿再接红不羊,取消最有发动用,七处改,追加影效 两个CD,三个CD,嘛,两个CD了,鸡打了D了 总车之后可以变身,不变了,直接追加无视了 羊神把气爆掉,小草现在手上还有三气 能力反接,取消多了托,对方羊神机会来了,羊神 羊神现在是暴气状态,可以追加迈出版的大发展者 没了,恭喜羊神拿到了第9分了,拿到第9分了 9比6,现在场面上比分转到9比6了,刚才上一局没有改变 没有改分,上来吧,我忘了加分了 速度太快,节奏太快了,我有语速,根本上他们的这个速度 有语速啊,羊神的赛点局,接下来这场对决 你觉得谁能赢朋友们,拍一下 好,这把的话是随机,羊神随机到草地丁,随机到草地丁,随机到草地丁,随机到追权种,还有克拉克 全皇亲王又飞机到了猴子,还有同主人,万一孤独送你回家,万一好,那这场比赛来到了全皇 就把这个费点局了 一个,两个 本决清风,若凤凰兄弟回家,万一好,清风 本场比赛来自于羊神,对待全皇亲王 全皇就把对羊神现在目前是费点局了 但是他的中间也快没有了 又有两个大飞风 对方反正龙,但现在是全皇亲王的局里有自然,他是手吧 中途之后,直接取消消毒战,猴翘中拳 那么现在,用棍子的被偷杀吧 哦,哦,哎哟 有了 看来,全皇全皇这把游戏了,朋友们的产当比局来自于比利,同主人对战对方的克拉克 搞好的话,克拉克是没有机会的 哎呀,刚说就对上夹道了 好嘞,他在这里气不够 出了枪板,克拉克 不敢让,拉虎自己有一个机会啊 妆虫抄杀打完之后,五连 小华克还是没有气啊 对方一臂可避 哎哟,又来了 这大棒了 乱炮打死了,杨王,杨神的 恭喜千王千王来到了一条蛋,拿到一条蛋你相信了吗 千王千王拿到第七分了 一分现在是9比7啊,小博们,今天晚上的比赛你们看的爽吗 看到爽的话,打个6哈,爽个6 点点蛋啊,大家点点蛋看吧 咱们把蛋点点点 嗯 有个春啊,你还没卡牌子吗 加个团上加入他们的粉丹 那么这场对局是 还是98C好看啊 这东西真的是 重孔难挑啊 欢迎乐少加入他们的13681名粉丹 欢迎乐少朋友加入他们的赛官 谢谢文的鲜花战绑支持 谢谢文的鲜花能唱对局来自于 杨神对战拳王七王 嗯 还是杨神赛典局 这把杨神是也随着了 自己的决队主力啊,七家舍 还不错啊,他运气还好 小王七王是随着一个超强角色 就是大家看到了表克里斯 但是这个版本里面表克里斯 就是神一般的吞带 可以说是bug般的吞带 这就是一个bug呀 鬼少啊 你觉得怎么样 好看吗 好了,本场比赛来自于 全皇 就把这次对局来自于 杨神这一战 全王七王 继续压着他 中才也没卡到 诶 完全是轻攻击啊 杨神是杨神最后的希望 也是他费脸 杨神就打一个反反 好难啊 好难啊 好难 小弟正好权 好追加超杀 变身了 超杀最大 抓头杀来咯 一套死啊 这是一个黄大帝 杨神在这个版本里面是可以 对吧 战斗中变身的 变身上真奇假设 哈迪伦来了 哈迪伦在这个版本里面是可以抽血 补自己的血量 又来了 同一两招式 暗黑地震露 还没有完 继续 啊 这里都要省对的气了 哈迪伦能不能抽到对方的血呢 天花一冷 怎么变身啊 变身 按 开始点 挑衅啊 按挑衅 想在家里玩这个游戏 兄弟点开咱们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啊 购物车 还有那颗雾带 头条西娃里看下方购物袋 拍一下那个正在讲解中的这个潘多拉游戏记啊 一号连接潘多拉 他带了两个摇杆带了五千个游戏 里面就爆发了咱们直播的所有的游戏了五千个游戏啊 也爆发了咱们现在直播的情况 哇塞 你们可以拍一下他 下载留言啊 红主哥名字 留言主哥名字啊 还送两个兽饼 现在是齐加社正在被安迪堵的特朵啊 这等爆锤他还有机会 不要慌 你看 这个暗黑帝就是抓的多么及时啊 而且还是在反变啊 在反变 又是一套 又是一套变 安迪现在还有机会 快三票 压你向动腿 对方防御成功 起攻权 这里切王切王还有八秒钟的翻盘的机会吧 单拳取消 起攻权 战青队退掉 后跳中腿 结果切王切王又拿到了一分9比8 让比赛越来越好看了 越来越有悬念了 办法再点点小朋友们 看到这里兄弟觉得不错的话 点个赞好吧 给我点个赞 精准的翻盘啊 精准的翻盘 切王切王自拔也是支撑起来了 兄弟加油 哈喽 今天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的主播夜 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全皇 9八黑的 叛脸直战啊 躲边的话 羊神有分 9分 右面切王切王8分 现在是全皇切王的哈迪轮对战 对方的首发队员队 羊神这里又是一个二级童王 全皇切王这里还运气还不错 所以知道 随机到了里安娜 王爷阿宇 兄弟回家晚上阿宇 那这场比赛来到了现在 可以拿出来救人啊 还不及 其实这个救人是没什么太大多用的 欢迎夜空兄弟 玩上好 这游戏 魔奖游戏 你们 谁赢谁输很正常的 拍对了就赢 拍错了又输 这游戏 是全王切王最后的依靠了 他要打一个反三局 太难了 对面还有两管血啊 还有两管血 欢迎龙马 赢回来 赢回来 都是黄造作的 赢回来 导致的速度非常高 这个推出非常高的 神龙 非常高的 这下居然中了,这家伙都不防着嘛,杨神啊 无名朝阳 这是属于波声战术了,扔个波,你跳起来就失魔 看到了二集堂完了,我们来看相比,空头准备超杀追加 我儿子里要不要相反 咋有那啦,咋有那啦,没亮去啊,玄珠华没亮去 欢迎六个人,他也六走回家玩,少兄弟,欢迎我六走回来呢 现在比赛来自于杨神的费典阶,二将会完,刚才出抢反了 宏儿现在是三期暴击状态 莲娜,暴走莲娜的攻击力是比较强,但是她防御性非常弱的,皮是太薄了 但是超高的技术性,弥补了这个确定 到这里,康特,这里莲娜直接给自己来了个抢反,超杀威尽的抢反 好的,回程中退,杨神现在很紧张她的血量 好的,杨神赢了,兄弟们这里接一个MAX版的雷光拳 追加圣龙,莲娜还有机会强版吗 我去,威尽在跟上去,结果比分打成9比9平了 帅起来,给全王七王刷个6,好吧 给全王七王刷个6,真的是漂亮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 那现在比赛打成了9比9平 双赛点击,双赛点击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主播还可以的话,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大家给我点个关注,也可以卡上咱们的粉丝牌子 今天晚上的对局是来自于杨神对的全王七王之上 三分战,三分战 比赛打到现在的话,是杨神跟全王七王都拿到了9分 最后一局了,最后一局 地铁大佬来了,飞上大佬来了 我们现在看本场比赛来自于哈维迪对战 全王七王乐阵人塞,加油 高铁大佬,对啊 不是地铁啊,是高铁 不是直播,说的话和图有延迟啊 你退下重新进就好了 退下重新进就好了 嗯,这里阳神哈维迪 还有一个东杖,那全王七王这里有安迪啊 还有一个同主任,比利 十非哲愿啊,死于巧合啊 欢迎我十非哲愿兄弟回家 同主任这个CD没出去,好,挑的一 哎,这也重啊,我也是服了,熬了个车弄啊 要真的超级多块钱来了,来,噼里啪,噼里啪啦 没有结束啊,挑的一跌,倒的一跌啊 吵啥吹风 吓过来了,吓火啦 完全是在天上飞啊,一直飞 好了,K,现在是一条三的游泥地面 对于阳神来说,简直太轻松这把赢的 哼,这个下上了,这个蓄力招子啊 没有对对方造成过伤害,但是,这帮出强反了 安迪现在没有资源了,没有强反的这个保护了 五个气的安迪,这边还是先锋,我你妈 这就是骆我揍的,安迪下不来地了,又下不来了 哎呦,刚刚刚好没打拳 安迪多谢 好的,双手成功 好,漂亮 咱们看到这里觉得精彩的朋友,大家给我点点个蛋好吧 咱们把蛋点点 就把飞内上看到偶尔看看也可以,是吧 好吧,咱们来看比赛,来对阳神对战,全王亲王的对局 左边是阳神,右边是全王亲王 全王亲王跟阳神都来到了赛典局了,双赛典局 东仗打安迪啊,这是一队的好兄弟啊 他们两个统恶郎穿梭 一直打到全皇 东仗现在暴气,对对方抢反,杨神被抢反了 杨神伸龙直接取消,暴力就没问题 哎呦,没打去 哈哈 杨神又被抢反 他已经出抢反了,双方都没有抢反了 安迪暴气,东仗也暴气 哎 安迪这里 对方飞气 取消 好,那么现在,夏宾三个取消 现在是暴气脸 可以 全王亲王有戏了,兄弟们 全王亲王 跟阳神打到了双赛典局 就差一下,跳地,票回来 给全王亲王顶个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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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